今天就是野出的第二集 我們今集是這個Christmas version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很浪漫的聖誕大餐 Hello 我是阿軒 今天我們下一個是Christmas版的露營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 芝士漢堡扒 還有這個棉花糖多士 先開爐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這個芝士漢堡扒 芝士漢堡扒是要在野外的地方煮到這個cafe的質素 這個芝士漢堡扒其實也不太貴 30多元左右 開的時候大家記得要戴餃子 A few moments later 怕你很怕你啊 想不到啊 但是 我會吃東西吃的 那芝士漢堡扒很簡單 其實都是牛油 漢堡扒 鹽 它就已經可以很好吃 但是有些甚麼可以令它聖誕一點 是非常之重要的 加一些串茄在旁邊 因為是聖誕枝 所以我們有串茄 加上這個串茄下去 我覺得是非常之適合打卡 哇 馬上好聖誕啊 這件事 我覺得拍照得漂亮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剛剛好 加上去的顏色已經超級漂亮了 然後要加一個芝士在上面 這個芝士是一個Soft Light的芝士 它切開是軟綿綿的 用來做甜品 或者很多款式都會用這個芝士 我們想吃多些其他款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小的 它可以令到漢堡扒的味道再濃郁一點 重中之重 牛角醬汁 它這個醬汁是塑造野外poppa lunch的重中之重 我覺得這個樣子是想再加一隻蛋下去 會令到它的顏色更漂亮 雖然它現在的顏色已經超級漂亮 但是它是滑了雞蛋 我們這隻是未煮的 我們只是加一隻蛋下去而已 現在變了窩蛋 哇 好香啊 好像papap lunch 加上雞蛋下去papap lunch 但它現在也很漂亮 我的腦裡面最完美的食法 是要切開它 然後芝士是融著地加上漢堡扒 哇 好像很好吃 它有種可以打雷蛋上去 好 先打雞蛋上去 打完雞蛋好像太多汁 它現在多水到好像水波蛋一樣 好像要打多一隻balance蛋 先挑一把拉花 哇 黃色加紅色是超漂亮 超開心 我煮的時候已經超級歡迎 不過可以先隔一隔汁 因為肉扒也有出水 再加上蛋就有很多汁 哇 超級漂亮 它在陽光底下是超級無敵 100%爆炸嶺 就地取材 發揮小技了 先挑一條草 就地取材 現在這個位置好像不太漂亮 哇 艾鳳拍出來超級漂亮 偷吃 哇 好熱 好熱 聽說拍手可以沒那麼熱 聖誕大餐 野外露出啪啪lunch 酒飯版 對 啪啪lunch 酒飯版 我覺得這個如果加上飯會更好吃 這個野外版啪啪lunch 但是它再加上芝士 整個口感 還有味道 那個 類型都豐富了很多 如果鹽太製的話 可以加點澱粉質 因為我們沒有飯 用麵包夾它來吃 就有一種Mose Burger的感覺 好 第二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是棉花糖French Tozer 材料就是雞蛋 打勻它 然後加點牛奶 我們不用另外再加糖 因為棉花糖其實本身已經很甜 好 厚厚的牛油 然後麵包 先把蛋奶醬倒進去 然後放一塊麵包 然後沾均勻它 它就有French Toast的效果 我很認真 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是French Toast 好 這個時候砌棉花糖 我記得為什麼要補充 這個時候就要補充 但我記得這個時候就是帶流了火槍 而且因為我們沒有夾夾 正方形的兜 不能反轉來燒 不想它擠爆 試試用一個保鮮 好像不好 可以怎樣製 不知道怎樣製 這樣反一下不行 這樣如果會黏底 最後我們選的方法 是慢慢慢慢在旁邊 烘下烘下烘下它 不要緊 急救大棒 先關火 蘇多啤梨 還有一瓶焦糖醬 但也做不到很漂亮的焦孔效果 下次再製 這個時候就是蘇多啤梨的出動 畢竟是聖誕版 所以要有些紅色的氣氛 超級漂亮 加上焦糖醬 超級漂亮 少女心爆炸 超級漂亮 這個少女心爆炸 好好吃 我看到也想再吃 超級漂亮的 超級漂亮的 這個很好吃 哈哈 下面有像Francoese的感覺 甜甜的 因為它本身 雞蛋和牛奶沒有太多甜味 但它加上 蘇多啤梨的少許酸 和焦糖加上的棉花糖 是剛剛好 超級好吃 它的軟綿綿 和濕潤的感覺 超級好吃 哄女仔一流 它的蘇多啤梨的甜 配上棉花糖也很棒 底部有少許微焦的狀態 這個甜品除了在聖誕節外 我想情人節去露營 也是超級人 如果你自己BBQ吃這個 都吃了甜品咖啡的質素 我開甜品咖啡的 甜品咖啡 甜品咖啡 嘩這條片其實很短 在這裡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Way 很想加那些天線特別 我在那裡經常彈出來的 好 記住逢星期四 晚上八點鐘 看著牙蜆菜食香港十八區 如果喜歡看煮食的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這樣就會一路再拍多點拍多點的 下集見 拜拜